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会谈过程中习近平提到去年9月中国同基里巴斯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恢复外交关系 他称赞基里巴斯政府和总统马茂站在了历史的正确一边 充分体现了战略眼光和政治魄力 中方对此高度赞赏 并表示复交以来双方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蓬勃开展 证明中基复交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 马茂这次来访是中基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不搞国强必坝 不干涉别国内政 同时也不允许别国干涉中国内政 同时习近平也跟以往一样展现大撒币政策 并以一带一路拉拢基国 表示双方要共建一带一路跟基里巴斯20年发展规划 承诺会鼓励更多中国企业赴基里巴斯投资新业 并以批准基里巴斯为中国公民组团出境旅游目的帝国 对此马茂表示 基方排除干扰做出了同中国复交的重大决定 这是基于对中国的信任和信心 虽然基中复交的时间不长 但双边合作已经取得显著成果 马茂重申 基方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支持中国一国两制方针 支持中国实现统一大业 会谈之后 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一带一路建设等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根据了解基里巴斯是太平洋岛国 世界上最低度开发国家之一 1980年与中国建交 2003年与中国断交后 转而与中华民国建交 2019年9月20日与中华民国断交 同月27日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 当时曾引发基里巴斯在野阵营不满 并提出不信任动议 但国会议长万一突然宣布修会 在野阵营为此要求国会召开特别会议 剑指罢免总统 朝野迄今仍在对质 美国之音也指出 基国与中国建交曾引发美国不满 认为中国试图改变台海两岸现状的行为 破坏了地区稳定 由于基国地处中太平洋 这个地区正是美国在太平洋上测试导弹和军事硬体设备的所在地 但建交后 中国则一直在基里巴斯运营一个太空跟踪战 该太空战对2003年中国首次载人太空飞行的跟踪监控发挥了作用 这也让美国相当关注 美中贸易战恐将有变数吗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英文版刊登一篇评论 题为中美不应该急于达成第一阶段协议 评论一开头就表示自从中美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定 全世界都在关注到底会何时签署 先前美国总统川普曾表示可能会在本月15日签署 港媒《南华早报》也称中国代表团将在本月13日前往华盛顿并于16日归国 接着评论提到中美贸易战长久下来将会对世界经济造成损害 因此世界上许多人包含中国官员在内 确实都希望北京跟华盛顿能尽快签署协议 然而文章随后话锋一转 认为中美是否能快速签署协议并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协议的内容以及该如何执行 因为这份协议对未来具有潜在性的意义 因此双方不应该匆忙的完成 由于先前白宫曾多次放话 表示协议达成后 中国每年会向美国购买500亿美元的农产品 并单方面的公布协议签署的日期与地点 但北京却始终没有公开相关消息 评论认为这代表双方对协议依旧有许多细节 需要达成共识避免出错 毕竟华盛顿曾在之前的贸易谈判中反悔过 评论表示这并不是说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处于危险之中 只是评论认为双方应该更谨慎地 并集中精神对协议进行最终修改 并确保协议内容可以达到很好的执行 如果只是为了安抚民心而短视短立 对于未来双边贸易关系将会更加危险 不但可能开启其他方面的冲突 也让全球经济陷入混乱 由于先前彭博社曾报导 中方代表团原本预计1月初到美国 但随后美国总统川普发推特表示 将于1月15日在白宫跟中国代表团签署协议 才让中国代表团改变计划 而对于这篇评论 希望之声引述推特知名评论人士 Lifetime世界的说法 正为环球时报这篇评论从头到尾不知所云 内容向美国暗示中方对于协议中要求的采购量感到不满 强调协议最后还有一些细节需要讨论 但是评论却也承认中国代表团的刘鹤 将在本月13日到16日访美 推测应该是中国对协议内容不满 想推迟协议却又无法回避 才会刊登这篇评论 新任中联办主任骆惠宁 新人事新作风 新岛日报报导指洛惠宁刚履新 及会见记者发表讲话 虽未接受提问 但此一安排却是过往罕见 以往的中联办主任都尽可能保持低调 洛惠宁今次未见特首先见记者的安排 在香港公务员圈子中亦成为话题 关注中联办日后在香港的角色 是否会越来越高调吃重 报导指反修力风波之后 中共中央对香港的管制问题日趋关注 骆惠宁毫无港澳工作履历却担任此要职 一般认为就是要借重他的地方管制经验 因而更准确执行中共中央的对港政策 有政界中仍旧相信 无包袱的骆惠宁在执行有关政策时 会比王志明更灵活 但需要坚定时议会更为坚定 例如昨天会见传媒的安排 全部媒体都获准进入中联办大楼 就显得叫他的前任更为灵活 因此日后中联办与港府会有何种程度与规模的互动 现实已成为政治圈关注焦点 根据了解港府已与中联办接触 正在安排林郑与骆惠宁会晤 初步倾向最理想及最快是在后天 也就是周四碰头 按照过去惯例骆惠宁届时将复礼 兵府拜会林郑 双方请谈交流 根据了解如果当天未成事 双方也希望能在周五见面 希望会面时间越快越好 除了见特首之外 骆惠宁也会安排与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会晤 但报导只估计会在1月15日中联办新春酒会之后 根据中央社 香港近半年发生的事令人痛心 作为行政长官 林郑月娥有很大责任及承担让香港重新出发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今天在回应记者提问时指出 她日后将会与新任的北京中联办办公室主任 骆惠宁紧密合作经守一国两制及基本法令香港重回正轨 此外林郑也被问及港府是否有人事变动 对此她表示今年港府除了遏制暴力和恢复社会秩序之外 还要面临严峻的经济和失业率可能上升的问题 另外武汉不明肺炎所引发的公共卫生风险也都急需特区政府应对 需要她和特区政府继续谨守岗位以更大意志及决心来处理 根据港媒分析报道 新任北京中央驻港联络办公室主任骆惠宁来港工作 大有香港末代港督彭定康的影子 她的资历和背景和之前的五位中联办主任非常不一样 意味着北京对港政策将会有一番转变 评论指出骆惠宁的资历最重要的是曾经担任过省级一把手 以大力反贪建称 她在年过65岁退休之龄来港工作 绝对不是来过悠闲的退休生活 而是来重整阵营拨乱反正 骆惠宁并非出身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体系 也与广东和沿海省份没有连结 这样的安排可说是破格任命 评论指出北京这样的任用举措显示过去的治港政策已经不再管用 要以新思维来管制香港 评论认为这不禁令人想起末代港督彭定康 在彭定康来港旅行之前 他的前任都是出身自外交体系的外交官 彭定康以英国保守党重磅人物的资历来港 颠覆香港原有的政治制度 他的任意而行 也是因为没有外交官僚的包袱 以直觉为出发点去进行他认为需要的改革 再加上获得当时英国首相的信任与支持 才能翻转当年的港英政府 评论提及 骆惠宁的任命是否与当年彭定康来港搞变革的思路一致 他有没有彭定康失证的影子呢 香港人要拭目以待 而若要改变 相信在今天香港严峻的政经环境之下 不会是漫步和碎步进行 香港大幅度改革如见在前 极可预期 评论并指 骆惠宁已经公开表示 接掌中联办是新的使命 如果特区政府不积极思考未来如何与中联办互动 绝对会落后于形势 特区政府领导层未来与中联办的关系 绝对不会止于走近些这样的口号 而是要落实骆惠宁口中的使命 迎接难以估计的改变 由于武汉不明肺炎病例在香港人数攀升 香港政府今天公布 将于明日在宪报刊登2020年预防及控制疾病规律 及2020年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公告 将以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 纳入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 修订规律及公告将于刊县同日生效 根据港媒报道 香港政府发言人表示 把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 纳入为法定需承报的传染病 将提高香港加强监测此疾病的能力 对香港预防及控制传染病非常重要 发言人解释 这次修订是由于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 现实并非条例所指明的虚承报疾病 因此如已受感染或怀疑已受感染的病人不肯合作 例如拒绝接受隔离或拒绝进行检疫 卫生署现实并无法定权利 予以有效处理此类个案 规例除了订定预防及控制传染病在香港蔓延的措施之外 也订定了措施预防指明疾病传入香港及由香港传往外地 当中作为预防指明疾病的措施 当局可禁止患有指明疾病的人 及与患者有接触的人离开香港 因此将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 纳入指明疾病名单 将提升对于传染病经香港传出的预防及控制工作 另有报导指出两名于2019年底病赴武汉的中国女子 在香港不是求医时却拒绝进入隔离病房并离开 其中一人后被查获送院 但另一人则虚报地址后失踪 香港卫生当局正在追查这名女子的下落 报导指一位中国女子从武汉赴港后出现发烧症状 前往公立医院求EX光检验时 发现肺部有阴影怀疑出现肺炎 院方随即上报并要求她进入隔离病房 然而该女病人声称要返回沙田地都酒店照顾女儿 并自签承担风险输出院 事情发生之后 地都酒店向媒体表示并没有此人的入住记录 怀疑该人虚报地址 目前香港已经出现了强购口罩的现象 新岛日报报导指 由于中国政府不香港人戴上口罩参与示威 故目前人对出口到港的口罩数量做限制 有药房商会负责人指出 近日外科口罩销量急增两三倍 担心口罩存货不足以应付市民需求 此外甚至有药局开始哄抬口罩售价 中央社报导 继去年底下令清查中小学图书馆后 中国教育部官网今天公告多项管理办法 要求义务教育学校不得使用境外教材 文件生效日期为2019年12月19日 报导指出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要求 教材使用应严格遵照选用结果 不得以地方课程教材 校本课程教材等替代国家课程教材 中国教育部强调义务教育学校不得使用境外教材 普通高中选用境外教材 按照国家有关政策执行 至于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 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 则要求职业学校普通大专院校选用境外教材 需按照国家有关政策执行 中国教育部强调各级学校教材必须体现党和国家意志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 体现中国和中华民族风格 体现党和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 体现国家和民族基本价值观 报导指出 其实早在2005年 时任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就曾提出 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 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 绝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 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 绝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 而去年7月 中国国务院也曾公布 严禁用地方课程 校本课程 取代国家课程 严禁使用未经审定的教材 义务教育学校不得引进境外课程 使用境外教材 去年10月 中国教育部也提出 将涉及危害国家统一 主权和领土完整 煽动民族仇恨 迷信书籍等都列为打击重点 去引发甘肃省镇原县图书馆公开焚烧书籍事件 而针对这次的公告 中国教育部也强调 是为了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19大精神 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切实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 全面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 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取得了成绩 针对教材建设整体规划不够 顶层设计不足等问题 提出了推进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指导思想 基本原则 建设目标 重点任务和保障举措等等 台湾总统大选将在本月11日登场 中央社引述纽约时报报导 北京以政治宣传和恫吓企图影响台湾选举的历史悠久 但强硬手段似乎激起台湾选民反感 因此现在北京改用更细腻的数位方式来分化与激起台湾内部对立 报导指出根据台湾事实查核中心报告 脸书近几个月流传许多真谓难辨的内容 包含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用脚踹长者行礼 去年11月24日总统府前大批民众陈勤抗议 只要总统选票投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 就会自动被视为废票 最后都证明是假讯息 报导表示根据学者研究 假讯息是资讯站的最后一步 发现假讯息表示你已经被渗透完毕了 报导引述财团法人国防安全研究院 网络作战与资讯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曾宜硕的话表示 正如俄罗斯试图干预美国选举 中国的终极目标是打击台湾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 台湾政府加强法律规范 以防谣言或不实讯息散播造成损害 脸书Google和通讯软体LINE等业者 同意加强管理各自平台之际 政府部门与公民社会团体也绷紧神经 尽可能以最快速来辟谣 报导指出2018年就有一篇 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相关的期刊文章表示 北京未能在台湾行诉有利于两岸统一的公共论述 2019年11月 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北京首度召开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会议 部长尤全就提出 要加强对网络红人 直播主和职业电竞玩家等人士的思想政治引导 支持他们在舆论引导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报导表示过去在台湾 中国网军因使用简体字很容易就可辨识 但如今他们更善于隐藏身份 报导举例YouTube频道玉山脚下 频道主持人是一位自称希达的男性 他的中文带着些许台湾腔 字幕使用繁体字 影片内容大多批评总统蔡英文 虽然他在片中未揭露真实身份 但其实经比对之后 就发现他是任职于中国央广的记者张希达 对此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说 我们清楚那些制造对立的人 也在打造社群相互取经 几乎每天都在创新 不过研究中国影响力的 国立台北大学助理教授沈柏阳认为 中国散播假讯息 不见得都是受北京当局指示 许多活动背后 似乎是组织零散的闹事者 在以额传额 放大已在台湾社会流传的谣言 沈柏阳密切留意 疑似被中国收买 或支持的台湾社群媒体账号 2018年11月九合一地方选举前 他与团队成员 紧盯多个讨论台湾政治的YouTube频道 发现这些频道在选后几天就消失无踪 明镜新闻台 24小时直播 新闻不受管制 呈现事实真相 请到YouTube搜索 明镜新闻台 订阅明镜新闻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新闻台